台中一众商圈继一名商圈后又再堆坐新商场 有业者投资近10亿元 在这里盖了座四层楼高的清水魔工业风建筑商场 一楼规划台中特色热门小店 二楼则是主题餐厅 这天剪彩开幕 希望带动另一波的消费新商机 战鼓喧天热闹滚滚 大批的人潮这天聚集一众商圈 要来迎接新商场的诞生 为了给大家 大家要聘的角色欢迎来吧 叶哲请出Open奖大挑热舞炒热现场气氛 也宣告这座商场将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我们这座大楼来讲的话 一楼的部分 在我的左手边都是各地的民店小吃 不真好吃 还有卫生 风心吃下去 绝对没有食安的疑虑 那右手边来讲的话 我们有很有特色的Seven 它是20小时营业的 那还有一个民店街 我说这小时营业没有开就能说 只有这时的人要来观光也要吃一个东西 比较舒适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老家才有观光 业者表示一中商圈这几年快速成长并且往外扩展 相较于逢甲商圈消费年龄层更低 未来有近百亿的消费商机 因此才斥资十亿打造这座楼高四层楼的建筑 楼底板面积1000平 一楼35间店面 以台中热门小吃为主 二楼则是主题餐厅 整体规划走清水模工业风 希望说不要太多的装饰跟饰材 让它又很单纯简单 又能呈现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用清水模工 它做好之后呢 内部跟外部不需要再去贴装饰材了 一次就搞定这样子 庆祝商场开幕这天 业者也邀请惠名盲笑等公益团体到场演出 同时到11月3号前 既出消费满100元就抽iPhone 8等就会促销 希望借此冲出另一波的消费力道 记者里讲的钟才到